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七題 電投市場和集中市場的規模大小各為何 為何電投市場的市場規模 自2007年之後就少有成長 近幾年來甚至大幅下滑 電投市場跟集中市場的主要差別就是集中市場 通常就是把所有的單子都送到集中的場所 通常就是用一個電腦來做撮合 那電投市場就是說今天同樣的東西 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報價 例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國內的銀行 那你今天假如要去買美元的話 也可以去看很多銀行的網站 然後每一個銀行對美元都有報價 而這個報價通常是不大一樣的 那你就好像要到每一個櫃台去詢問一下說 報價是多少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電投市場 那大家自己可以把它想成 集中市場就是同樣一個東西 在某個時間點通常就只有一個價格 就像現在是9點56分 台積電現在交易的價格應該就只有一個 你不會看見9點56分01秒的時候 台積電竟然有兩個不同的價格 因為市場所有單子都會送到證交所去集中的撮合 但是你說我們各個銀行賣出的美元的匯率到底是多少 那雖然同樣都是美元 可是在同一個時間點 每個銀行對比美元的報價都不一樣 所以同樣的東西在同一個時間點可能會有不同報價 這個通常就是電投市場的特性 那你就把它想成電投市場好像就是在古老時候 你必須要用打電話或打電報 或直接到那個會台電投去跟人家溢價 那這就是電投市場 那集中市場就是你今天只要動動滑鼠 或者是打電話給你的營業員 他就會把單子送到一個集中的交易場所 然後大的單子一起去那邊撮合 然後就決定一個價格 那這個市場就叫做集中市場 那通常在台灣的民眾比較熟悉集中市場 因為我們的電投市場大部分都是 例如說像債券的買賣 或者是大幣的元期匯率的買賣 這個其實一般散戶比較不容易接觸到 那甚至我們的債券市場 其實很早就有那種所謂的等值成交系統 那也把它設計成 其實也可以像股市一樣的 在一個集中的交易場所去買賣 當然除了這個等值成交系統之外 還有電投市場也可以去溢價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債券價格 其實有企業所溢價跟類似一個 像集中交易的一個等值成交系統 所以其實對台灣的投資人來講 通常對於電的市場的概念 就比較模糊一點 那頂多就是出國時候要去買美金 或買什麼時候 你可能就會去比價一下哪個銀行 哪個銀行賣的比較便宜 那這事實上就是電投市場的精髓 你必須要去看一下 每一個電投對於某個資產的報價 那通常初學者可能會覺得說 集中市場應該標準化商品 所以大家交易起來比較方便 集中市場可能規模應該比較大 但是其實不然 事實上電投市場的規模 是比集中市場大非常非常多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 假如說今天是很多廠商 他要去敲原期外匯的話 那可能一敲就是1億美金 那這樣子 所以這個電投市場的規模 當然就會比集中市場大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就這個規模的大小 通常我們就是看明目本金 看明目本金 因為你也很難去看成交量 集中市場成交量或許比較容易計算 可是電投市場成交量通常都比較少 但是呢 他每一次成交金就很大 所以你假如說你看一下成交量 來說他的規模大小 其實並不是很準 因為有時候成交量小 但是每一個成交單子量都很大 那有時候像集中市場 你假如把契約各的很小很小很小 那可能交量非常大 但事實上他的明目本金 加重起來還是很小 所以通常呢這種規模大小就是用明目本金來看的 那假如用明目本金來看的話 那電投市場呢 當然就會大於集中市場 為什麼 因為呢 事實上電投市場有一種東西叫做交換 不管是利率交換或是 或是那個外匯交換 那其實利率交換呢 有時候他就是 未來的一段時間之內呢 那雙方呢必須 付浮動收固定或付固定收浮動 可是他有一個明目本金是用來計算這個固定段跟伏定 活動段利息的金額是多少 但是其實那個明目本金是不交換的 但是呢 你今天電投市場在算那種交換契約的時候 真的就是按明目本去算 所以很有可能呢 今天假如雙方簽訂一個利率交換契約 那那明目本金是1億美金 那這1億美金呢 其實只是用來算 浮動段利息多少 固定段利息是多少 然後就利息的進而去做交換 那那1億美金其實是不交換的 但是呢 因為在算市場規模 就是算明目本金 所以在計算電投市場的時候 那個1億美金的明目本金 雖然他沒有交換 但是他就會把這個契約的那個 交易金額算成是1億美金 所以在這種呢 有點感覺 感覺有點灌水的狀況之下 市場電投市場它的規模呢 真的就是遠大於集中市場 那假如說根據最新疆戶文 他寫的課本的話呢 他就說2015年呢 其實電投市場的市場規模 大概是492兆美金左右 那集中市場呢 只有63兆美金左右而已啊 所以呢 電投市場 假如你是按明目本金來看的話 它的市場規模 真的是比集中市場大非常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其實電投市場它是2007年之前呢 那個規模快速成長 但是2007年之後呢 幾乎就沒有什麼成長 甚至這幾年呢 就會大幅下滑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其實電投市場呢 經過了金融風暴之後 那當然就有一些法令的規定 使得這電投市場 越來越像是集中市場 這個是我們下面題目要講的 那事實上呢 有一些教育雙方呢 他在簽結7月的時候呢 會去做一些協定 那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協定呢 就叫做Concretion Com OMRP Compression 那這Compression呢 你只要去查那個中文 英文翻譯的話呢 事實上它就是一種壓縮的意思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今天呢 假如假跟乙呢 它簽訂一個契約 然後是一個電投市場的契約 那這個契約裡面呢 就規定說 假如這個契約的風險呢 未來呢 太大大過某一個設定的標準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契約就會失效了 那雙方呢 就必須要在意訂新的契約 那通常就是把明目本金再降低一點時 這個風險呢 不要太大 那因為呢 通常有這種重新契約的設定 然後明目風險會被降低 所以呢 整個明目的本金會被降低 所以整個電投市場的規模呢 大概這幾年呢 就一直都沒有什麼排大的成長 好 這個就是第七題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第八題的部分 然後呢 電投市場跟集中市場的交易比數 即每一筆的交易明目金額各有何特徵 那解釋電投市場的規模大小 要特別注意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就說呢 其實電投市場呢 通常他的交易比數是比較少的 但是呢 他每一筆的明目金額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然後呢 集中市場呢 通常交易量交易比數呢 是很大的 但是呢 其實他每一筆 他的明目本金是比較小的 就像呢 你去看一下台股期貨 那可能呢 每天成交呢 大概就是10萬口到20萬口 但是呢 每一口 他的明目本金也不過就是200萬台幣而已 但是電投市場呢 可能一個利率交換 或者是一個匯率交換呢 那雖然他成交就只有1幣 但是呢 他那裡面呢 就是要在未來的某一天呢 去交換1億美金的英鎊左右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明目本金來看的話 電投市場 雖然交易比數很少 但是他通常每一筆的交易的明目本金 其實都很大 但集中市場呢 就剛好是相反過來了 不過呢 我們剛剛已經也解釋過了 比如說電投市場的市場規模大小 你在解釋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呢 我們這個東西都是計算明目本金 那明目本金很大 並不代表這個契約 它真實的價值可能是很大 並不等同是這個樣子 那舉例來講 就是說 今天假如有一家廠商 他在1月底的時候 他呢 想要有1億美金的 1億 1億英鎊的東西 1億英鎊 那他可能就可以去跟銀行呢 然後就敲定一個 遠期的外匯合約 那在1月底的時候 就是付美金 然後呢 就去 就去跟銀行呢 收1億的英鎊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這個明目本金呢 算起來 其實就是1億英鎊 然後乘以下的幾期匯率 就是那麼多的美金喔 但是呢 老實說這個契約 它的價值是多少呢 那假如說呢 今天英鎊的價值 沒有大幅改變的話 那這個契約價值呢 事實上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也就是說呢 今天電投市場 太多那種遠期契約 或者是交換契約 它的明目本金呢 都大的驚人 但是呢 其實你去算那個契約的價值呢 那只要今天那個原期價格 不要變動的太大的話 那或者是在交換契約裡面喔 那個利率的變動 不要太大的話呢 那其實算出來 那個契約價值 都是很小的很小的 所以呢 在解釋電投市場規模的時候呢 就要特別的注意喔 那甚至呢 在交貨書裡面 他就寫說 這個BIS 也就是國際清算的市場呢 他就估計說 在2015年的12月的時候 雖然呢 這個電投市場 他的明目本金是492兆 但是他裡面的那些契約的價值呢 市場價值也大概就可能只有20兆左右而已喔 所以呢 這個是解釋電投市場規模大小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第9題喔 那為了呢 增加透明性並降低系統性風險 那至2009年之後 那至2009年之後 有哪些加諸於電投市場的新規定呢 那我們之前在解釋那個元期7月的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電投市場呢 基本上都是不大受到規模的 在金融洪暴之前呢 2007年信用危機之前呢 其實電投市場的衍生性商品幾乎都不大受到法律規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那時候的聯準會主席呢 還有美國財政部長呢 他們都覺得說 這電投市場都是一些很聰明的人 或很專業的人自己去溢價的結果 那我們就要尊重他們的專業 然後尊重市場的自由市場的理念喔 所以他們自己去溢價的內容 我們就不大去干涉它 那甚至呢 還把那個規定呢 就漸漸的放寬 那可是呢 後來發現說 喔這樣可能會引起系統性風險 什麼東西叫做系統性風險呢 例如說今天很多銀行 他們彼此之間都有做交易啊 那A銀行呢跟B銀行呢 可能有做交易 那B銀行呢跟C銀行也有做交易喔 那這樣的話呢 搞不好A跟B呢 他們本來有一筆電投市場的交易 然後呢這個契約呢 可能對B呢 已經產生很大的正價值了 然後呢 B跟C銀行呢 他可能也有一筆電投市場交易喔 但是呢 在B跟C這個契約裡面呢 那B其實是 這個契約呢 對B產生很大的副價值 所以呢 A跟B的交易裡面呢 A B其實在A和B的交易裡面呢 這個契約呢 是有很大的正價值 然後呢 B和C的契約裡面呢 B 這個契約對B來講 其實是有很大的副價值喔 所以呢 本來B 他這個銀行呢 想說那沒有關係啊 因為呢 A最後呢 會交割的時候呢 會 給我一些東西 然後就可以認列這個收益 然後就可以去彌補 他跟C之間這個契約 對他來講的 負的收益喔 但是呢 假如說今天呢 A就發生信用危機了 然後A就付不出錢來了 結果呢 B本來可能體質還不錯 但是因為呢 A就違約了 所以呢 B就沒有辦法 從A那邊拿到正收益 他就沒有辦法去履約 他和C 這個銀行交易的 這契約的 負的價值 這一部分的東西喔 所以呢 本來B可能 可以活得下去的 但是因為A 他就發生了信用 風險了 所以呢 B又跟著呢 就發生了信用風險 然後呢 C可能又可以跟其他的銀行 又簽訂很多契約 結果呢 B本來呢 應該賠給C一些錢的 但是後來賠不出來 所以呢 C本來也好好的 後來呢 就跟著也倒掉了 所以呢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所謂的系統性風險喔 那因為現在的銀行呢 幾乎 彼此之間 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交易契約啦 所以很有可能呢 一家 假如發生違約事件之後 就會導致另外一家 發生違約 然後就會像物理液一樣的 繼續的傳染下去喔 好所以呢 從2007年的信用危機之後呢 那就很多的法例呢 就加入在電頭市場 然後就 主要目的是要去增加 電頭市場透明度 然後去降低系統性風險 那這些規定呢 事實上都會讓 這電頭市場呢 漲得越來越像 集中市場喔 好 那第一個規定是什麼呢 第一個規定是 事實上就是 有一個詞叫做 互換教育系統喔 它叫做 Swap Education Facility 所以呢 我把它寫一下 就是Swap 然後 Education 然後呢 Facility 這個寫的好像挺難看的 Facility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就是寫成呢 SEF SEF 好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今天呢 對於那種標準型的 電頭市場的演習商品 例如說像 利率交換等等呢 它都要轉回 都要轉為 互換交易系統 也就是說都要回到 互換交易系統裡面去做交易喔 那就是跟股市下單一樣喔 今天你要去做一個利率交換呢 你就是要把你的單子送出去 然後你要去賣個利率交換契約 你把你的單子送出去 然後呢 就跟集中交易市場一樣呢 就有一個 出合機制在那邊 讓你出合 然後呢 你也可以 這個市場呢 去接受其他的市場 但是呢 同樣商品的一些報價 也可以去接受 換句話說呢 其實它就是把那種標準化的 電腦市場的演習商品喔 那就如同集中市場交易班 可以了在 班子下出去之後 由一個電腦來戳合 然後呢 一個市場參與者呢 也可以去接受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報價 那只要呢 這個商品是標準化電腦市場商品的話 那都是必須要到這個 互換交易系統裡面去做交易的 這是第一個規定喔 然後第二個規定呢 事實上就是有所謂的 CCP的這種設計喔 那C43是什麼呢 就是Central Counter Party 所以呢 我再把它寫下 C-E-N-T-R-A-L 然後Counter Party C-O-U-N Counter Party T-A-R-T-Y 好 那這個東西呢 通常就叫做CCP喔 那中文呢 就把它翻譯成 就是集中交易對手 那這個集中交易對手呢 其實它的設計就有點像是 期貨市場裡面結算所的設計一樣喔 那我們再回憶一下呢 在期貨市場裡面呢 我們說會有個東西叫做結算所的 所以呢 今天可能呢 甲跟乙他們在交易的時候 本來是互為交易的對手 例如說甲可能呢 下了一個期貨的買單 然後呢 乙可能下一個期貨賣單 然後呢 他們經由撮合去成交了 所以本來甲跟乙之間呢 它是有買賣關係的 但是呢 假如說這個單子沒有問題的話 那事實上呢 甲跟乙之間的關係就不見了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 就是甲跟結算所之間的交易關係 還有乙跟結算所之間的交易關係 所以假如說呢 甲跟乙呢 在這個關係裡面 甲是當買方 乙是當賣方的話 那當然這個單子呢 確認無無之後 那取而代之的就是甲呢 跟結算所關係 所以呢 甲就是當買方 然後呢 結算所就是當買方 然後呢 在跟結算所之間的關係呢 就是乙 它是當賣方 然後呢 結算所是當買方 所以可以把它想成呢 結算所它好像就是一個結算的機構 然後它呢 就是 負責讓甲乙雙方 今天只要有一方違約的話 那彼此呢 不會去受到對方違約風險的影響 因為呢 最後你的交易對手 其實都是結算所 那CCP呢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的功能 它就是站在 仰造雙方在交易的中間 然後呢 透過一些的設計 實在呢 今天大家不用去承受 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 因為所有的信用風險 都會由這個CCP 來做承擔喔 好 那在第三個呢 規定呢 就是說 所有的交易呢 事實上都必須要跟 中央的主管機關去做報告 好 所以呢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三個規定 第一個就是說 今天呢 電頭市場的交易 對於那種標準化的商品 其實呢 你就是把你的買價跟賣價 就把它爆出去一個叫做SEF的平台 然後呢 大家都可以看見大家的報價 然後可能在上面就可以彼此撮合 然後呢 這還有一個類似結算所的一個清算機制的設定 然後再來就是所有的交易都必須要跟主管機關去做報告 所以呢 這些規定基本上就使得呢 這個電頭市場就越來越像是集中市場了 那換句話說 那些很標準的電頭是哪個商品呢 那既然它很標準的話 那我們呢 就會把它弄得像集中市場的管制方式一樣 讓它更透平 而且就會降低系統性的風險 但是呢 老實說 用這種例如說CCP的方式呢 雖然它已經降低了可能交易對手交易風險 所以呢 今天不會因為A銀行倒掉 然後就死了 B銀行也跟著倒掉 或C銀行也跟著倒掉 但是事實上呢 隱蔽CCP呢 它也可能產生了另外一個風險 就是說 那到底誰來當CCP呢 那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 大型的銀行 財力比較雄厚的銀行來當CCP 但是呢 假如說這個CCP 因為它是所有人的最終交易對手 那假如說它倒掉之後怎麼辦呢 換句話說 會不會因此而引進另外一個系統性風險 所以呢 就有很多研究去針對說 那這個CCP呢 我們怎麼去控制它的風險 所以通常市場上的風險有時候 其實是不會消失的啦 只是我們把它轉移到某個地方去而已 那換句話說呢 今天可能用CCP 這種方式 你不用去擔心你的交易對手會倒掉了 因為呢 其實對方的交易對手違約風險呢 可能CCP都會承擋了 但是呢 那CCP的信用風險怎麼辦呢 這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 引進來的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第九題 我們的回答 那第十題呢 到第十四題呢 基本上就是 這本書已經把遠期契約跟期貨契約講過了 那因為這個第一章是導論嘛 所以它就開始要簡介一下選擇權的部分 那因為呢 我們這個選擇權的課程呢 大概都已經錄音 而且它講得蠻仔細的 所以呢 下面這些題目呢 我就會跟同學說 你可以去看我們的我們的第幾部影片 我會把那個連結呢 放在說明欄這邊 所以呢 例如說 第十題呢 何謂選擇權 那有四種單一的部位 那就記住呢 選擇權交 依照權利用作者 可以未來呢 去買標地物或賣標地物 事實上也分成買權跟賣權 但是呢 每一種權利基本上就是一個契約 所以這個契約裡面 也可以當買方 也可以當賣方 所以呢 買方跟賣方總共有兩種可能性 再加上買權跟賣權也有兩種可能性 所以合起來就有四個單一部位 那這一題呢 我們之前的影片呢 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那就把我的YouTube網上 就把它打開 然後呢 把所有的影片都叫出來 那事實上呢 就是在我們的第二部影片這裡面 所以呢 就把它打開來看 然後就發現說 嗯 其實呢 在這裡呢 第四題就有 這一題的題目呢 何謂選擇權 而且有哪四種單一部位 那就在這個影片的14分23秒的地方 你就直接把這個連結按下去 那它就會直接跳到14分23秒的地方 就可以知道這一題呢 我們對於它的解答是如何的看法 好 這個就是有關於第四題的部分 那第十一題呢 那第十一題呢 到第十四題呢 其實也是同一個系列的 那我們看一下 第十一題喔 它說 給定上課時呢 它就選擇全市場的交易價格 說明買入買權 其出現金流量為何 擁有何種權利或義務 到期時的爆場 及損益對標的物價格的圖形為何 數學公式如何表達 若到期之前就平常 屬於義務為何呢 使用的持績為何 哇 好多的題目喔 但是呢 基本上這個就是對於 買入買權去做一個比較深入的探討 那第十二題呢 事實上就是對賣出買權 第十三題就是買入賣權 第十四題就是賣出賣權 那事實上呢 也就是我們之前所講的 四種單一部位 都是做同樣的去同樣的探討 好 那這個影片呢 是錄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就是錄在這個第三部 Option 03這個地方 所以就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就發現說 這一部影片呢 其實就是探討 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四個題目 那就從0分0秒開始 一直到27分40秒 都是在解釋的四個題目 那因為呢 之前應該都解釋的還蠻詳細的 而且都是有用幾十的資訊員來探討 所以我們這邊就請同學呢 直接去看那時候錄影的結果 那我們上課之後呢 再來用上課最新的交易價格資訊 來做選擇權的探討 好 所以呢 第10題到第14題呢 就這樣子飛快的過去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15題 是簡單比較期貨或緣期契約 與選擇權契約的異同 那你就記住呢 期貨或緣期契約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權利義務對等的商品 事實上就跟買賣股票有點相像 那買賣股票呢 其實你有賺錢的權利 也有賠錢的義務 還要說呢 你買賣股票也是一個權利義務對等的商品 所以呢 期貨或緣期契約呢 它也是一個權利義務對等的商品 那你假如說你真的要把它的包場 畫出來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你假如是當買方的話 那不管是期貨的買方 或緣期契約的買方 那你的圖形就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你未來呢 有賺錢的權利 也有賠錢的義務 然後呢 你假如是當賣方的話呢 那圖形就長成這樣 那同樣的呢 你未來也有賺錢的權利 也有賠錢的義務 所以呢 是權利義務對等的商品 但是呢 期初的時候通常是 不用付錢給對方的 那或許會被要求 繳交一個保證金 或者是一個擔保品 那畢竟呢 那個東西還是你的錢啊 只是被迫放在某個地方而已 所以呢 你期初不用付錢給對方 那但是呢 就是未來有賺錢的權利 有賠錢的義務 那它是一個權利義務對等的商品 那選擇權呢 它是一個權利義務 或對等的商品 也就是說 例如你假如買進買權的話 那圖形呢 就會長成這樣 你未來呢 持有到到期的話 你就是只有賺錢的權利 沒有賠錢的義務 那假如說呢 你今天是買進賣權的話呢 那圖形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你也是呢 未來只有賺錢的權利 沒有賠錢的義務 但是呢 你如何做到 未來只有賺錢的權利 沒有賠錢的義務呢 事實上你期初 就是要付權利金出去 你才可以取得一個未來 把這個權利持有到到期的話 那未來只有賺錢的權利 沒有賠錢的義務的境界喔 好所以呢 簡單來講就是 期貨員期期約 你期初不用付錢給對方 然後呢 它是一個權利義務對等的商品 你未來也有賺錢的權利 也有賠錢的義務 但是呢 選擇權呢 它是一個權利義務不對等的商品 你假如說 你期初要去買權利的話 那你期初就真的要付錢給對方 但是呢 你就擁有一個 未來只有賺錢的權利 沒有賠錢的義務的部位 那當然這個東西 我們是指 你持有到到期喔 但是呢 假如說 你是當賣方的話 例如說呢 你是賣出一個買權 賣出一個買權喔 或者是呢 你賣出一個賣權 賣出一個賣權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期初就是跟人家收權利金喔 但是呢 你假如這個權利呢 一直持有到到期的話 你未來呢 就只有賠錢的義務 而沒有賺錢的權利啦 所以呢 選擇權 它起初買賣上方是有現金往來的 但是未來呢 它的權利義務是不對等的 那這個就是呢 期貨 或遠期期約 跟選擇權呢 的一些 簡單的差別喔 那當然呢 還有其他的差別啦 例如說 期貨通常只有 不同的月份的期貨 但是選擇權呢 不但有不同月份 而且每個月份裡面呢 它還有不同的 旅約價格喔 所以呢 選擇權可以發想成呢 它是一個 兩個維度的延伸 它不但有不同月份延伸 也有不同旅約價的延伸 但是呢 期貨事實上它就只有 不同月份的延伸而已喔 那這個呢 也是 期貨跟選擇權呢 的一個差異點